出现了夸张的假车祸 在台南有一名男子 2号晚上在交通尖峰的时间 把单车推向了车水马龙的路口 借此来制造假车祸 结果造成路上双载的机车骑士 倒地摔伤了 而这个骑着这个脚踏车的这个阿伯 他自己也假摔在地 不过整个过程都被后方的行车记录器 拍了下来 明明是亮着红灯 穿着短裤黑衣的阿伯 跨在脚踏车上 用双脚缓慢向前滑动 借此用力一推把脚踏车 往车水马龙的府岸路上一送 左侧来的机车当场迎头撞上 机车骑士飞了出去 短裤阿伯竟然还往后一坐 想假装自己被机车撞到 超没品的假车祸 全都被后面的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 短裤阿伯赖在地上博取同情 但随后一交和警察都赶紧查看机车骑士 很明显对方伤势比较严重 这段画面也随后交由警方存证 造成海电路上机车骑士摔倒 那该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第185条 妨碍往来公众安全罪 所信机车骑士只受轻伤 而这名制造假车祸的良性男子 也因为涉犯公共危险遭到警方逮捕 随后也查出他还涉及其他气焊 真的是害人不浅 记者王少宇台南报道